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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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亲在蒙古性痴呆症 那时候早期不晓得怎么一回事 只晓得身体很软 站不起来 低能 一直只有三四岁的智慧 那为什么母亲讲了这个题目呢 后来我弟弟 这种人 这种唐氏症的话 弟兄姐妹上网看一下 他们平均的寿命 大概只有三十几岁 那我是老大 那时候在台湾环境很苦 那我们住在眷村里面 这国军的眷村 军人 我父亲是到台湾去 本来不是军人 到台湾去跟着蒋介石 就变成军人了 我们住在眷村里面 就在那边环境比较苦 那就是 就像个大院 大闸院一样 那小孩子就很疲 常常出去玩 那这个弟弟出去 常受人家欺负 那我常常保护他 常欺负 那从小心里面就觉得 怎么搞的 这么不是 家里怎么有这种事情发生 心里从小就不平 那在慢慢长大了 就来了美国念书 留了学 办了身份 跟大家一样 第一件事情 找工作 找工作 希望拘留下来 那时候 要去念博士 申请到去念博士了 想想念博士 要花四年时间 家里环境不好 来美国只带了2900块钱来 在1977年 那赶快 赶快找工作 那就上班 找工作 绿卡也下来了 下一步就申请 父母亲过 那在中间 在其中那几年 父母亲常常来看我 来看我 只能一个人来 为什么呢 另外一个 照顾这个傻儿子 那当我 能够把他们父母亲 绿卡申请下来的时候 要申请我弟弟来的时候 这难处就来了 因为你一来美国 你这种 那时候他已经 30来 已经20来岁了 89年的时候 我申请父母亲过来 那他们那时候 弟弟就27岁了 就是傻儿子 那美国签证 不能过的 怎么可能过 不可能过 一来就造成美国的负担 那今天姐妹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 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 祷告 教会祷告 我们也跟我太太 我们也祷告 希望母亲 能够把这傻儿子 签证带过来 父母亲也祷告 父母亲也祷告 父母亲我妈妈说 我们从小是天主教徒 可是还没有 还不是真正的基督徒 那时候我们已经信主 妈妈就说 我就跟妈妈说 打电话回去 那时候没有微信 没什么email 都打电话 打电话回去 她说这个傻儿子 能够签证过了 我就信主 我们就迫切祷告 当他们在台湾 台湾在台协会 我们就在台协会 去办签证的时候 那个移民官很有人 很人道 老妈跟他说 我大儿子在美国 我女儿也在美国 我小儿子也在美国 就这个老儿 傻儿子在台湾 我们能移民过去了 这孩子没人照顾 怎么办 那移民官二话不讲 就让他们签过了 就给他签证 那签证一过了 我们就电话里面高兴 我妈妈你要信主 我说好 在美国我就信主 那下一步 签完证呢 还打算把台湾的产业 给卖掉 移民到美国来 可是 弟兄姐妹 当你拿的签证过的时候 最重要是 进洛杉矶关口 拿的移民 那个材料 还要过那一关 很多人那一关没有过 你就进不来 那他老人家 不讲英文 那时候 经过几个月时间 把台湾的房子 也卖掉了 那就要移民了 那不讲英文 我就请假回去 有三个人 老爸老妈 家长这个傻弟弟 三个人 拿了六件大行李 把台湾的东西卖了 带着行李 移民来美国了 那我就回去 那到过 进关的时候 带他们进关的时候 那我心里七上八下 万一 这个签证过不了 最重要是那一关 你在移民关 那一关能过去的话 你就移民就通过了 哎呀心里很难过 心里很紧张 万一过不了怎么办 那时候怎么办 又再祷告 又破继祷告 就那么奇妙 我们神是请祷告神 我们神是怜悯 有恩典 有怜悯神 都没有难处的时候 我们要来到他那里 轮到我们排队 移民会排队 轮到我们 刚好那移民官 是个墨艺 一个老墨女 一个女人 才大概四十来岁 轮到我们 我就在前头 拿着他们那个材料 三分大 三分那么厚 每个材料 一个信封 拿过去 我只讲一句后 我说他是我的父母亲 这个弟弟是这个 当山庄 就是英文叫唐诗证 那个英官二话不能 一句话都没问 就让我们过关 从弟姐妹 从这个地方看到 我们神 不会忘记我们的苦难 我们神是听怜悯神 他纪念 妈妈为孩子 孩子来了美国以后 怎么办 在家里面 美国这个国家 很讲人道 基督教帝国国家 那我们就帮他申请到 这些叫做 regional center 在这个地方 所有的 同样 病症的孩子 都在一起 就叫你们不晓得 我就参观过 我也一直在 大概有好几十个孩子 都是这种 有的生下来 就是唐诗证 有些像我老弟子 他年纪最大 那时候已经 那是他51年出生的 那时候已经89年 已经27年纪最大 他就能够在那个地方 生存下去 早上派人来接 晚上来 接回家里面 早上每个每天 都能够这样子照顾他 他一直活到 三年以前过世 活到五十几岁 在中间我就发现了 母亲的伟大 到后来四十几岁的时候 这种年纪 他四十几岁等于 咱们正常的八十几岁 吃一个饭要三个小时 那个指甲呢 剪个指甲 不会剪指甲 不会洗澡 上完卫生间 要帮他进 都是我老爸老妈 都是我妈妈在照顾他 帮他剪指甲 为他吃饭 为他洗澡 上完洗手间 为他亲 一共服侍我弟弟五十几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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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妈也曾经拿过 有得过这边洛杉矶 早期这个伟大母亲 这个母亲节那个 这个模范母亲 所以就看到 那我从再回过来讲 为什么这种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 在我们家里面 从父母亲 给我老爸老爸 跟他刮胡子 那老人家跟他刮胡子 帮他剪脚指甲 帮他洗澡 而且他吃一顿饭的时候 也要陪他吃饭 可是究竟因为 有这种孩子在我们家 神就很祝福我的生意 让我有能力 那时候我房地产 做得还不错 我能力就在隔壁 在我呢 很贵的时候 买两套房子 我住一套 他们住我隔壁 再买一套房子 来照顾他 当我们有难处的时候 我常讲 神的意念 高过我们的 从难处当中 发现到神良给我们难处 遇下我们家这难处 一直五十几年 可是我从另外角度来思考 实在很祝福 让我有能力 照顾这个傻弟弟 那这个弟弟后来 到了晚年的时候 五十几岁的时候 等于是九十几岁了 帅了一跤屁股 屁股就骨头折断了 就做复健 也不会做复健 到后来最后 最后半年就很可怜 打两个管子 这边打个管子 不吸 这边打个管子 胃管 要来吃饭 那后来我们就 就这样子 没多久就被主接做了 那他也信 每次来教会的时候 笑咪咪的 从另外一角度来看 当一个人 他自立只有三岁的时候 他一点烦恼都没有 完全没有烦恼 来到教会很开心 你洗了 看到人就跟人家嗨 跟人家撒嘻嘻笑 我从来想 哎呀他真好 那反而是我们 我们做父母亲的 做胸肠 要赚钱来照顾他 所以听众姐妹 真的 从我们家 我就看到母亲的爱 也看到天赋了 从这个见证当中 我自己经历到 这一生 我就发现到 我们人算不了算 我们一生的日子 都在神的手中 还没出母腹 神已经安排我们 神已经命定我们 还没出母腹的时候 神已经晓得 我们一生的道 就像我那个傻弟弟 还没有出 他虽然除了母腹 虽然有这种遭遇 一辈子 五十几岁 我老五十几岁 寿命也算长的 然后父母亲在照顾 兄弟姐妹在照顾 在这中间 让我们感觉到 体会到母亲的伟大 体会到兄弟姐妹的友爱 家的弟兄姐妹 更让我们几个兄弟姐妹 我们家四口 四个兄弟姐妹 跟大家更在一起 更来全家都信主 更来发现到神的伟大 每年清明节 咱们中国人过清明节 老妈 四月份的时候 四月五号的时候 老妈想 哎呀 后来他葬到我弟的坟墓 在玫瑰山庄 老妈每年都记得 这啥子 哎呀 他的祭日 我们要去看一看 要去帮他扫目 说兄弟姐妹 从母亲的爱 我们能够看到 神的爱 从母亲的爱 我们要体会到 天父如何看 就像我们刚刚所唱的首诗歌 神的爱是不离不去 不管你现在光景怎么样 不管你现在 得意或不得意 你要相信 神是我们的供应者 我们要相信 神永远照顾 所以我说 就引言 我就跟我讲 这个小小见证 都让经文前面看到 母亲的伟大 那我们今天题目就是 伟大的母爱 我们下一张题目 那母亲节的由来 那经文前面 大家晓得过母亲节 五月第二个星期的星期日 那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母亲节由来 那最早 最早母亲节由来 是在希腊 那他们是多神论 他们敬拜他们的女神 利亚 敬拜他们的女神利亚 然后在十七世纪的时候 十七世纪的时候 这母亲节就传到英国 在英国的时候 他们在开始 十七世纪的时候 就是在五月份 第四个星期 第四个星期日 在外面旅游的孩子 在外面上班的孩子 在外面当兵的孩子 那一天一定要回到家 跟妈妈过一天 母亲节 在英国的时候 十七世纪这样 那在美国是在 是在1907年开始 费城在Anna 她就发起母亲节活动 因为她的母亲 是相当一个 很虔诚的基督徒 她的母亲 Anna Jervis 她的母亲相当虔诚 在教会很多的服事 她就纪念 她妈妈的服事 她就终身 她就奔跑着 希望能够定一天 来纪念母亲的辛劳 那这个姐妹 她终于说服 她在维近年的教会 然后在母亲 虽然母亲过世了 可是还没有 当然母亲在世那天 没有办法成立母亲节 在母亲过世 第二周年的祭日 就五月第二个星期 她举办母亲节 然后她牧师愿意了 然后隔年后 费城也开始 同一天庆祝母亲节 那按照后来写信 给很多地 给州长啊 给很多企业家 终于呢 在1911年的时候 开始庆祝母亲节 在1973年时候 美国你要成立 要定立一个节日 要经过国会的同意 在1913年 美国国会同意了 就是五月第二个星期 星期日 是母亲节 那国会同意以后 还要经过 威尔逊总统的签字 所以威尔逊总统 在1914年 正式签了字以后 发表官方声言 母亲节 就是咱们今天 每一年的五月第二个星期 的星期日 是母亲节 那个时候 威尔逊总统要求 所有政府部门的官员 那天要带着一束康乃星 假如妈妈已经过世了 就带着白色的康乃星 假如妈妈还健在的话 就带着红色的康乃星 来纪念母亲 这就是美国母亲节的由来 那现在全世界 几乎已经有70个国家 都是这一天 来庆祝母亲节 那在母亲节的日子里面 我们不单是跟妈妈 吃一顿饭 就像我昨天一样 本来是今天 因为今天在教会有福祉 所以一定要跟母亲 吃一顿饭 像老妈现在 刚刚讲88岁了 吃饭走路也 我外面很辛苦 但我老爸老妈的时候 很辛苦 他现在请了一个 家里请了一个24小时照顾 老爸走路已经93岁 走路已经寸步难行 做了walk 轮椅 老妈走路也逃背了 所以我每次出去的时候 都很辛苦 就是跟我弟弟两个 一个照顾 一个老爸 一个照顾老妈 他们去吃饭 老人家最喜欢一件事情 他去吃饭 就到餐馆去吃饭 所以弟兄姐妹 假如你妈妈年纪还大的时候 真的陪妈妈去吃饭 妈妈很开心 不管他咬了动咬不动 看到孩子们在一起 就很开心 所以我们今天这一日 弟兄姐妹 回来以后 家里还老妈的话 就带他们出去吃顿饭 他们肯定很开心的 不管吃什么菜 都很开心 所以那既然我们是要庆祝母亲节 我们不光是嘴巴讲我们要庆祝 我们最好每天都要庆祝母亲节 真的母亲的爱 真的长阔高深 神就使用母亲的爱 让我们感觉到神的爱 等一下我们会讲 怎么样从母爱来思念 神知道我们身上的爱 在以色亚书四十九章 四五到十六节 就我们今天起因经文 写得很清楚 妇人嫌能忘记吃奶的婴孩 不连续她所生的孩子 即或有忘记的 我却也不忘记 看了 我将你刻在我的掌上 你的强缘藏在我眼前 妈妈怎么会忘记 妈妈怎么可能忘记她吃奶婴孩 妈妈不会忘记吃奶婴孩 等一下我们在 会从旧月圣经里面 看几位母亲 有个真实的故事 也是妈妈 在科罗拉多发生的 有个女儿长得很漂亮 叫老美 长得很漂亮 金发 在学校很聪明 就变成啦啦队 Cheer Leader 或者做了队长 小孩子在高中的时候 做了Cheer Leader 已经很得意 附近的朋友同学 都把她当做 我们叫女神一样 当做公主一样很开心 慢慢的就骄傲起来 从小在教会长大 慢慢在学校里面 变成Cheer Leader 就很多人拥着她 就慢慢的学换 不多久的时候就跟着朋友 吸食大麻 跟着朋友到处 到处参加很多party 这个母亲看到孩子 慢慢个性在转换了 慢慢个性在转换 服装穿着也不一样了 那时候早期的时候 留着胖个头 穿那个身上盯了很多补丁 这孩子学校回来 成绩也不成绩 成绩报告回来也差了 妈妈也发现不到对 慢慢能做什么呢 小孩子听着就管不住 妈妈每天为她祷告 每天为她祷告 教会的弟兄姐妹 你看到这个女儿 你女儿都学坏了 你祷告没有 你有什么用 一点用都没有 她妈妈不理弟兄姐妹的 这个冷言冷语 继续为了女儿 没多久 这女儿居然离家出走 一去 音信全无 妈妈不晓得女儿去哪里去 美国很容易这样 一跑跑外出 你根本找不懂 那妈妈能干什么呢 还是不断地祷告 一过过了三年 一过过了三年 妈妈流着泪 为了女儿的祷告 她就想到 不能忘记吃奶的婴儿 是她所生的 她怎么可以忘记呢 是我生的女儿 我怎么可以忘记 我能做了 找不到人 继续为了 又隔了半年 突然间警察 有点警察到家来敲门 诶 这个这是不是你女儿 她说是啊 这是你女儿名 是啊 你女儿现在在另外一周 一个apartment里面 在那个地方出事了 警察没看想出啥事 她就按找到那个地址 就到那个地方去 找到女儿的apartment 一打开 apartment 收拾得很干净 她女儿已经过世了 收拾得很干净 上面放了一封信 到女儿上面那封信 她就看到那封信 她读那封信 她就流泪了 她说妈妈 我最近老是有个声音 想回到家里面去 过几天 我把这边事情出掉 我就要回去了 我好想 你陪着我 就像小的时候 你牵着我的手 去逛market买菜 那个情景 我好怀念那段日子 我过两天我就要回去了 她拿这封信写完 她就写那么一 怀念母亲信 要寄出去 还没寄出去 因为吸毒 吸毒太多了 我就过世了 那妈妈就 她说 对 后来她女儿还讲到 我要回到神的面前 我要回到教会里面 要跟你一起去做礼拜 你那时候带着我到教会去 我礼拜 我要回去 兄姐妹 虽然母亲长期 为她女儿祷告 她没有忘记吃奶的音乐 神也没有忘记 虽然在人的眼睛看起来 这女孩过世了很伤心 可是最重要一点 这孩子在她过世之前 她回转到神的面前 神还是听了妈妈 还是听了母亲 我们不要以为说 孩子虽然过世了 没有回来 她还是听了母亲 所以兄姐妹 说做妈妈的 这很重要 就是我们要常常 为孩子带着 神把我们刻在掌上 在她圈上 爱奇迹教得很清楚 当孝敬母亲 当孝顺父母 使你再 使你日再世 也要往你神所赐的 得以长久 唯一带应许的诫命 就是我们学 你想长寿 最基本一件事情 最重要一件事情 我们要怎么样 要是要是我们父母亲 那我们先看看 什么圣经 在旧约里面 我们有好几个例子 我举了几个例子 跟大家来分享 第一个是摩西的母亲 很多人还不晓得 摩西母亲的名字叫 约级别 那等一下我们分享到 沙默的母亲哈拿 提摩泰的母亲 尤尼西斯 尤尼基 耶稣的母亲 玛利亚 那大家晓得摩西的母亲 在埃及的时候 以色列人 雅各带了七十个人 到以色列去 到埃及去 生养众多 人数越来越多 埃及人就害怕了 埃及人就害怕了 这些人多了以后怎么办 会不会来把我们赶走 会不会跟联络别的仇敌 把我们埃及那个赶走 说对以色列人特别加重苦功 劳苦他们 做苦功 压榨他们 而且生的男孩 放到尼罗河里面 给他留走 生的女儿可以存留 因为他今天生养众多 神也祝福以色列人 生的太快了 生的太多了 所以就跟收生婆 跟那个收生婆 你在接生的时候 生的男孩子 就放到尼罗河里面 就把他冲走就算了 女孩子可以留下来 这两个收生婆 不敢这么做 敬畏神 圣明是神所给 怎么可以这样 他就没有这样做 那后来 埃及王说 你怎么可以不这样做呢 他找个借口 他说因为我去接生的时候 以色列妇人身体强壮 我还没到的时候 她们已经生下来了 这样子 所以埃及王也就算了 那同样的摩西母亲也级别 当然生了摩西以后 通常还是一样 要放在河流里面 溜走 他躲躲藏藏三个月 舍不得 你对这边想想 那个baby生出来 一定很多 一定很多呱呱声音 一定很多闹声 他也惊怕 怕惊动左右淋舍 左右淋舍去报 会一报你麻烦了 你没有按照埃及律法 来处理这个小孩子 他就能够三个月时间 孩子慢慢的长大 声音越叫越大了 没有办法 再也没有办法 隐藏在家里面 自己来抚养 他能怎么样 我想那时候 他妈妈也是很虔诚的 很虔诚的神的儿女 一定跟上帝祷告 神就给他智慧 没问题 你就把他孩子 我们看一下一个 就把他孩子怎么样 给他智慧 给他考验 怎么样来把这孩子 能够保存下来 你们看到 妈妈把他这个 放到芦苇里面 做一个 这个小箱子 小箱子 葡萄箱 把孩子放到里面 叫他姐姐 叫米丁安 叫姐姐旁边看 下一张 摩西的父亲 活了一百三十七岁 我把这个 稍微弄一下 摩西的父亲 娶了妈妈 越级别 越级别 生了三个小孩 一个是亚伦 大祭司 米丁安之先知 摩西 等于是 摩西等于是 以色列人的大使徒 带着以色列人出去 我们看一下 上面怎么写的 因着信 依靠神保住孩子 用神的话语 交打孩子 在这三个月时间 他因着 上帝给他托付 好好的 保护这个孩子 在这孩子里面 在教导 在怎么用 生教研究 在照顾这孩子 后来 不能再长了 他就取了一个 怎么样 铺草箱 铺上石灰 石器跟石油 神给他智慧 铺上石器 这样子 你那个草箱 水就不容易进来 对不对 他将孩子 放在河边 奴地当中 他也晓得 我想他也大概经过 他也大概经过 研究过 法老女儿 大概什么时候 会去那边洗澡 算好那个时间 伸给他智慧 算好那个时间 三个月了 法老女儿 去那边洗澡了 他就 把那个蒲草箱 把小摩西 卑鄙摩西 放在那个小 小铺草箱子里面 上面弄的石锡跟石油 让水不要过去 放在那边 他还是不放心 还是不放心 很仔细的 为了神的托付 这个孩子神给的 我们有责任 好好照顾这个孩子 而且神给他启示 这孩子以后成为 以色列的 以色列大使徒 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 他就有这个使命感 放在旁边 让他女儿 在旁边看着 到底怎么一回事 结果不久 那个 法老的公主 来洗澡了 一看见 baby长那么可爱 因为摩西生起来 就很漂亮 一看到人见人爱 就把他收藏起来 妈妈很有智慧 就女儿跟他 就叫女儿跟他讲 你需不需要个奶妈呀 那当然需要了 好 那就请他妈妈 来做他的奶 真的孩子长大以后 我想大概一段时期 就孩子长大以后 就把他带回到 带回到 带回到 给公主 变成王子 那时候摩西 就是从水里面 把他找出来 同体学妹 就从这看到 叶基比 虽然圣经 只有短短的几节经文 在那边介绍他 我们看见 他是一个是 常常领悟到 神给他 给他的旨意 神让他晓得 要保存这个孩子 我们教导孩子 我们学习到 我们有责任 来保护这个孩子 我们有责任到 按照神 在这孩子身上的旨意 我们来 来照顾他 我们来补养他 所以这样子的话 他能够 经过这段时期 神 你看 神的每一多奇谋 法老要杀骗所有 以色列的男孩 可没有想到 法老自己的女儿 居然领养了一个 希伯来人 以色列人的 以色列人 做自己的养子 然后这个孩子 长大以后 变成拯救 以色列人出埃及 多奇妙 是不是神的一念 高过我们一念 埃及王 法老要杀 杀骗所有以色列人的男孩 结果神反而 使用 他的女儿 领养一个 以色列的孩子 这孩子反而变成 以色列人的救星 带以色列人出埃及 所以你觉得 我们从这地方来 来思考 神在 神的旨意 是不是高过我们 所以很多事情 发生在咱们身上 我们常常发现到 很不顺利 事实上不是 神有神的旨意 在我们身上 都是最美好 所以我这边看到 摩西的母亲是一个 怎么样 一个很有耐心 很有智慧 守住神 在他身上托付的母亲 众人听姐妹 这是我们一个 很好的分享 一个很好的 很好的例子 我们做母亲的 我们就想到 摩西母亲如何 来教导 那摩西他在 埃及 在法老长大40年 虽然他学会了 很多 埃及的知识 埃及的学士 可是 在他妈妈 如养他 到变成 在埃及学之前 这段日子里 他妈妈一定 要给他 很多的教导 让他仍然保持 希伯来人 仍然保持 以色列人 信仰这位神 仍然保持 没有受到 埃及所有的 怎么样 所有的习惯 所有的文化 所有的教育 来影响他 他还是 肩负很大 就因为妈妈 在身教上 在儒养他 这段日子里面 给他很好的教导 让他深深的 晓得他的使命 要带领以色列人 出埃及 第二个母亲 是哈拿 大家晓得 哈拿是 Samuel Samuel的 叫沙姆尔的母亲 这个祷告的母亲 一个母亲 就像我刚才所讲的 要为孩子来祷告 就像我刚才所讲的 见证 我那种傻弟弟 出不来的时候 我妈本来不信主的 他能够逼到 他那面前 为孩子来祷告 神最听 母亲 为他 孩子祷告 母亲 有这种权柄 因为是你所生的孩子 你对为孩子祷告 是特别有功效 神一定会成定 神肯定会成就 就像刚才所讲的 刚刚那个老美 那个小孩子 虽然都过世了 可是 他能够从最终 回长过来 他想到 还要回到神的面前 还要回到教会 虽然过世了 可是还是得到永生 所以听见没有 做母亲的 要为哈拿来祷告 要像哈拿一样 来为孩子来祷告 哈拿 他老公 两个太太 那个小太太 小太太就是说 生的孩子比较多 当然 小二小三的 一定嘲笑 嘲笑这个原配 心里受不了 那怎么办 怎么办 大老婆 只有 还是一样 常常 来到神面前 神有没有垂定 神脏垂定 所以我们那男主说 这祷告多么的重要 听听姐妹 真的 做妈妈祷告多么的重要 他能够在圣殿里面 难难细雨 跟神在那边祷告 祷告 他说主啊 我要抱我的孩子 给我生个孩子 让我出口气 然后我要好好奉献给你 后来神成就他 对姐妹我们常讲奉献 把孩子奉献给神 是最大的福分 我刚刚早上教主书学 对姐妹见过我的见证 我老三八七年出生 有些人没听过 再讲一遍 八七年出生 剩下来一个月 我没不懂 就跟弟兄姐妹 教会说 献婴儿礼 就傻傻的一家五口 过来台上 把老三奉献给神 老三奉献给神 当你把孩子奉献给神的时候 神就接纳 在一生的道路 走了就不要平顺 在教会里面长大 他也做敬拜团的leader 你去宣教 最后一年 高中最后一年 就到大学 每年都去 去过贵州苗族 山区宣教 后来改变了 神改变他的负担 他去日本 日本是这个宣 这个是这个 基督徒很少的国家 他去印度 第二年去印度 印度也是一样 不容易在印度那边 在街上 他他弹吉他在街上去 去在街上接手布导 后来去了印尼 印尼是全世界回教徒最多的国家 再一年 去尼泊 尼泊他也去了 这三区就宣教 当他去印度的 当他去印尼的时候 跟当地教会合作 服饰 在街头传福音 在印尼大 全世界印尼是回教徒最多的国家 印尼 不要以为是中国是印尼 回教徒最多国家是印尼 他时间一到 马上就跪到地方 就趴下来 一天五次 就趴在那边 到当街就趴在那边 跪下来祷告 神就感动我儿子 这些人 拜的是假神 你要带这些人 敬祝 他从小 神就那个时候 大三的时候 他就有这种 神就给他这种calling 等到大学毕业了 他去中东宣教 我心里想 哦天哪 这开关系 别让孩子 可惜我儿子不能去 那多么危险 他要去 他也在阿拉伯 他要去那边服饰 那边有很多华人教 不要 他要专门服饰Marsall 我上个两个礼拜前 我刚从那边回来 当他决定要去 那边长宣的时候 去那边做 做服饰神的时候 我心里就很难过 我说主啊 这孩子那么听话 我们三个小孩里面 最听话了 最乖了 怎么办 我说 我六岁 你都好好照顾 老时候怎么办 孩子在旁边 他最听话 神跟我说 你不要忘记 他是奉献的 弟兄姐妹 神 我们长脚 我们要奉献 每一个奉献 神都记得 神是跟我提醒我 你不要忘记了 他是我的人 前面二十五年 你照顾他 孩子是 也要给你的产业 你只是管理者 前面二十五岁 你照顾他 从现在开始 他是我的 神过这就 我心里就很适 我就不会担心 下个礼拜要去 这个六月初 要去约旦 现在很多叙利亚人 被那IS 赶了 很多基督徒 有很多难民 从叙利亚逃到约旦去 他们就 他一下 为了祷告 他又要出去约旦 跟几个老美 宣教师去面服侍 不是四天 带着钱 带着书去面 服侍那些叙利亚人 他前一个星期 学三天阿拉伯文 就是说 当我们愿意 奉献给神的时候 到我们出口 我们常常讲 主要我要奉献给你 我奉献我才 虽然我们有时候会忘记 像哈拿 他就没有忘记 他就愿意 沙漠生下来的时候 他就愿意把他交在神的手中 他就奉献给神 成为神有用的铺 同样的我们当 虽然我们没有像哈拿那样子 能把 虽然我们不能像 哈拿那样子 每个弟兄姐妹 可是我们常常讲奉献 我们要跟神玩真的 你每一个奉献 你所发出的意念 你所做的举动 神通通记得 就像我所讲的 神通记得 我说主啊 他说你不要忘记 你的奉献 你奉献给我 弟兄姐妹 这很重要 就是我们常常要做一个奉献的人 祖先不在我们身上 我们做个奉献的人 我们只是 神 把时间给我们 把工作给我们 把金钱给我们 把孩子给我们 让我们做个好的管理 说哈拿你看哈拿 我祈求我要得这孩子 耶和华 你将我所求的事给我 我将孩子归于耶和华 把这孩子还给耶和华 让神来管理你的孩子 来神来管理你的产业 比你自己来管理 比你自己来处理 简单的多了 你压力会少很多 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 那第二点就是 他不但孩子奉献给神 除了奉献外 你要在教会里面 他孩子在在神的国里面 在神的家里面服侍 跟他祭祀在一起 在神的家中里面长 就像刚才我说的孩子 他一直在教会长大 孩子除了奉献以外 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 在神家里面 接受神的话语 接受神的教导 神话语的教导 孩子在教会里面 在神家里面 慢慢成长 慢慢长大 他一生的道路 都走到神的旨意当中 他一生的事情 都会很顺 所以我们看到 沙文宝后来成为一个 很好的先知 很知名的先知 对不对 所以弟兄姐妹 事实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弟兄姐妹 我们就要说 当我们愿意摆上的时候 神都记念 而且神也不会忘记 那下面再看一个是 Timothy Timothy Timothy在圣经里面 是保罗的属灵儿子 Timothy从小 他妈妈跟他岳母 跟他教导 虽然记载的不多 用理词 他妈妈 跟他外祖母 从小用圣经 来劝诫教导 提摩 提摩 他长大 那提摩 他长大以后 成为保罗的属灵儿子 而且在保罗 在以赋所的时候 在以赋所教会 他是很好的传道 保罗跟着他去 跟着他去宣教 他为什么能够有这种信仰 就是因为他的母亲 用理词 永尼基跟他外祖母 对提摩 在信仰上的影响 从小就教导他圣经 在提摩 在后书 以上会写得很清楚 保罗讲的 提到你 你心里无为之信 这信是在你外祖母 罗尔和你母亲 永尼基里 我深信也在他里面 从小妈妈就教导 孩子读圣经 从小妈妈就教导 孩子认识神的话语 从小妈妈就教导 孩子怎么样 遵守神的诫命 这样子塑造一个孩子 长大就能够成为 身家有用心 从小的教导 影响了一辈子 他也曾经讲过 孩子在六岁以前 所有的习惯 长大了以后 就不容易 就不容易改变 好的习惯 就不再容易改变 像孩子要学 学话也是一样 小孩子学话学得很快 年纪越小 他吸收能力 他所收的教导 所收的影响 刻苦影响他一辈子 所以同样的提摩泰 他能够成为这样子的话 他因为除了母亲 岳母教导以外 在教会里面长大 而且他能够 属灵上开了窍以后 成为 成为那个保罗 主要的主要的同工 他爸爸是个 悉尼里人 是个希腊人 虽然当初犹太人 很少互相通婚的 虽然爸爸是希腊人 可是在这种 属灵单亲家庭里面 他能够接受 妈妈跟外祖母的信心 最大还是 所以在看出 虽然爸爸是外邦人 虽然爸爸是希腊人 可是母亲的教导 甚至外祖母的教导 生教言教 还能造出一个属灵的伟人 还能造出一个属灵的 主要主要 保罗的主要同工 很重要 就是说弟兄姐妹 就是当你做母亲的时候 虽然你的那一半 还不清楚 可是你的影响 比你的健身影响还大 下面有没有看到 耶稣母亲玛利亚 大家晓得 耶稣母亲玛利亚 当时我们看一下经文 他是温柔的看顾者 顺服可以 效法的榜样 主耶稣母亲 他是雅各苏 他三个儿子 耶稣雅各犹大 对不对 就是他的儿子 大家弟兄姐妹 可能对另外两半 那么清楚 雅各的书的作者 雅各 尤道书做的这个尤大 都是他的儿子 他的单单的单纯 跟他的顺服 成为蒙大个女 在路加福音 一章二十八 也写很清楚 天使进去对他说 蒙大恩的女子 我问你 主和同在了 玛利亚因这话 就很惊慌 又反复思想 神说给他话 天使对他说 玛利亚不要怕 你在神面前 已经蒙恩了 你要怀孕生子 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 你看 在当时 一个犹太女孩子 没有结婚 未婚就生子 这应该是被石头 石头打死 他居然能够承受 当时能够承受 这种压力 因为他晓得 天使来报信 他晓得神在他身上的托付 他就能够接受 他能够忍受 当初的所有环境 所给他的压力 这一个母亲 他能够为了神的使命 为了神给他托付 他愿意承受所有的拉力 甚至被人打死的压力 他能够被乱死 打死 他能够好好教导耶稣 然后他们 后来也是 他们要报名上策 他快怀孕了 那时候 要报名上策的时候 所有的人 要把名单叫上去 要回到 回到书的地方 把名单叫上去 那时候怀孕了 他没有抱怨神 你让我怀疑了 居然没有 够一个好的地方 能好好来培养 我的胎 好好来生亡 或者居然在码头 在马槽里面 把耶稣伸转 他没有任何时间的抱怨 没有任何的抱怨 就你们看到这一点 就当神给你托付的时候 当神的使命 在你身上 我们是毫无怨言 就像耶稣母亲一样 毫无怨言 能够忍受一切的 外面的搅扰 外面的闲言闲语 忠心的守住 神在他身上的托付 后来耶稣长大了 不知道有一次他们 十二岁 耶稣他们到耶路撒冷 去过节的时候 走了一天 发现耶稣不见了 找到三天才找着 回到里面看发现 发现耶稣在 在那会堂里面 跟人在讲解圣经 一面听一面讲 跟那个教师在那边 听你来讲圣经 也在那边讲 他妈妈就说 耶稣你怎么 你怎么抱我们 你不晓得我老抱了 我跟约瑟找你 找得很辛苦 耶稣怎么讲 我的师父还没到 我是以天父事为念 当你听到 你找到你儿子之后 他居然顶他顶嘴 说我是以我天父事业为念 你做妈妈 是不是心里很难 好不能找到儿子 他没有说你好 你怀念我 你想念我 那么可怜 我是以我老爸 天上世纪为念 他居然在这种状况之下 玛利亚还是忍受下 就算耶稣那时候 以天父的事业为念 他晓得神的事 摆在眼前 对前面我们常常想到 就是说做母亲的 也是我们做父亲也是这样 要把神的事情摆在前面 先求他的国 他的义 其他一切都赐给你 好 我们下一个一张 那讲了半天 这么好的例子 我们做儿女的 我们做妻子 我们做老公的 做丈夫了 我们要尽些本分 爱情界 说爱情界二十张十二 讲得很清楚 当孝敬父母 就像刚刚所讲的 你要想好的日子 长寿 孝敬你的父母亲 孝敬你的父母亲 要听你父亲的劝悔 不可藐视你母亲的法则 不可藐视你母亲的法则 不要叫妈妈担忧 我妈妈今天八十几岁 每次我来 我出去什么地方 妈妈还是会担忧 我六十几岁 他还常来管我 每次一管 老觉得老人家真正唠叨 我六十几岁 你还教我这教我那 可是常常会觉得 心里会觉得 哎哟 老人家这管太多 我教我你还得管我 我也想到最近那句话 不可藐视他 妈妈老了 走路走不动了 虽然有时唠唠叨叨的 不能藐视他 还是要尊重妈妈 他都完完完全 出于爱心 我衣服穿多穿着他也管 我吃什么也管 坐在那边 他烦就是爱管 老人家就 这烦呢 一想到圣经这句话 不可藐视你的母亲 对不起 妈乖乖的坐在那边 听受教训 我有个朋友 他七十岁了 他老妈九十岁 有一天不晓得打他一巴掌 乖乖被打 不听话 你永远是你妈妈的baby 我们永远是我们母亲的baby 对不起 母亲老了 不能藐视他 反而要尊重他 真的 妈妈难得 宝贝 就是家有一老就是一宝 对不起 家里有老人的话 把我照顾他 不敢藐视他 那另外一个是 十六新传十六章三项 他们说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你今天信主了 你有责任 假如妈妈还没信主 咱们有责任 要带妈妈来信 这句话主要意思 不是说你一得救 你老妈就得救 不是意思 你当信主耶稣 你就必得救 你一家也当信主耶稣 你一家也必 就必得救 我们信主了 我们妈妈还不信主的 也当信主 我们要为他来祷告 要为妈妈来祷告 让妈妈也信主 我们就能够一家都得救 对姐妹 真的 先生没信主 妈妈没信主 小孩没信主 做母亲的 我们都有责任 我们要 我们做儿女的都有责任 不要让妈妈 真的到天上去 我们到天上 他见不了他 一定要为他祷告 让他来信主 兴起各种环境 在国内 妈妈在国内 我们求主 兴起各种环境 让他有机会 来接受福音 让你孩子 在旁边不信主 在青少年 在叛逆期 让他有机会 能够接受福音 你信主 你当信主 你一切也当信 全家都要得救 因着母亲的爱 我刚才讲到 我们来思想一下 神借着母亲的爱 来提醒我们 神的爱 人世间的爱 比不上天赋来 母亲是最伟大的爱 神借着母亲来 让我们来思念到 神的爱 同样的 夫人不会忘记 他吃奶孩子 弟兄姐妹 神也不会忘记我们 神不会忘记我们 神不会忘记我们 我们早上在主约讲过 我们头发 神都数过了 神不会忘记我们 我们所吃所用 所需的 神做苦恋 天上分量 不重也不收 一天都没有烦恼 我们不应该有任何烦恼 因为我们的神是怎么样 完完全全 不会忘记我们 祂不会忘记我们 你常觉得祷告中 神听不到你的祷告 祷告越听不到 越是需要祷告 祷告越听不到 越是神与你同在的时刻 弟兄姐妹 真的我们要常常想到 你想到母亲 你就想到爱我的天父 比我的母亲还更爱我 爱我的天父 安排我这一切 爱我的天父 照顾我前面一切的道路 祂把我磕在祂的手掌上 弟兄姐妹 我们常常是神的宝贝 祂用祂翅膀的遮盖 像老鹰一样 用祂的翅膀的遮盖 他们磕在祂心板上 磕在祂手臂上 不要忘记有任何难处 有任何困境 有任何问题 你的身份定不下来 你的孩子不听话 你工作没有 或者你事业不顺利 只有回到神的面前 也向他宣告 你不要忘记我 因为你是有恩典 有怜悯的神 你有不轻易发怒 持有丰盛的慈爱 就你们也真的 我最喜欢这首诗歌 常常在这节神经 每当我心里烦躁的时候 祷告不能答应的时候 我就每天在那边宣告 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 不轻易发怒 持有丰盛的慈爱 他不长久责备 也不长久发怒 他们要按我们的罪关 待我们 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念 报应我们 天离地何等高 他的慈爱 向敬畏他的人 是何等的大 各位姐妹 就像我们刚才所诗歌一样 我们的神是 不离不弃的神 我们神的爱 是不离不弃的 永远不要忘记 借着母亲节 我们要思考 要想念神的爱 是不离不弃 是离不弃 每根头发都数过 早上我跟听众姐妹分享 我们头发 黑色发指 有9万根的头发 金头发是120万 是12万根 红头发是7万根 每一根头发掉下来 神都跟你编了好 神都记得 头发都数过了 何况我们 跟我们现在都是 大部分都是第一代移民 来到美国 我们都有男子 我当年是 面临身份的难处 面临工作的难处 弟兄姐妹 当有难处的时候 你信主了 就是唯一的盼望 你认识主耶稣 来到他面前 来跟他宣告 有恩典 有怜悯神 你的爱 你的爱不离不弃 他永远不会忘记你 他永远照顾你前面的道路 把你的孩子奉献给他 把你的时间奉献给他 把你的事业奉献给他 想想 他是我们的老板 我们只是他的管理者 让我好好管理我的公司 让我好好管理 我们的时间 让好好教导我的孩子 让好好治理我的产业 你一定是蒙福的 接到母亲节 我们来思考 我们神是不离不弃的神 好 弟兄姐妹 我今天信息很短 就听到这里边 希望弟兄姐妹真的 没有一个中担 他不容易担当 没有一个中担 他不愿意背负 他的爱总是不理解 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 好 谢谢 听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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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